完整的機制出來 是 兩年前發生在大甲民生物地下道的這個悲劇 讓一個誠信媽媽 她為了孩子 她自己都犧牲掉 逆弊 那我當時在那立法委員 還曾經幫她 就是協助義務律師 那麼現在 這個已經和解 那監察院也已經 這個就是對市政府 過失 已經有一些裁決 那最主要是說 這個 有人魔不張的地方 我們市政府 也在我上任之後 也深刻的檢討 所以我們加速 變列了4千萬元的預算 讓這一個 民生物地下道的 整個截流的工程 可以在今年完成 所以今年的雨季就沒有再看到淹水的情況 那我想這也是告慰啊 這個陳姓夫人 她在天之靈 那國賠的部分我也會代表政府 來接受 那這個部分我想 是亡羊捕牢 我們希望未來的人 不會再產生這樣的一個悲劇 我們不會再看到淹水的